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黄青龙 欢迎收看蒋经国日记解密系列视频第七集 在上一集跟您谈到 在当时台美断交的过程当中 蒋经国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 她的压力来源其中之一事实上是 她的继母宋美林还有她的母帝孔令坎所给予她的压力 所以这一集我们要谈一谈蒋经国对继母宋美林与孔家的争怨 蒋经国常常在日记当中品评当时的政治人物 其中随着墨相当多的一位我要说就是孔令坎 而且她的日记当中提到的孔令坎几乎都没有好话 这除了有过去两人的夙愿之外 也跟孔令坎她几次靠着宋美林的庇护想要回台湾来从政 甚至是夺权是有关的 也因此虽然说宋美林是蒋经国的继母 在公开的时候她不能不有所敷衍 其实她的内心是另外有所感受的 日记当中常常是用纽约方面来代称 她连名字都不愿意多提 好孔令坎是谁呢 孔令坎她是孔强熙跟宋美林所生下的一个长子 所以算起来跟蒋经国还有表兄弟的关系 那两人到底有什么救援呢 原来是抗战结束后不久 孔令坎从美国回到中国 她在上海创办的养子电业公司 在1948年国共内战的后期 中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蒋经国奉命到上海来督导经济管制 以铁腕的手段要来抑制物价 同时她查封了孔令坎的养子公司 后来因为宋美林的干预最终是失败的受到挫败 但从此两个人就结下了院 1949年之后 孔令坎是到美国纽约 她就近来服侍她的阿姨宋美林 同时也密切参与中华民国对美的外交事务 宋美林对这个外甥非常的赏识 她好几次向蒋介石立件 希望让孔令坎能够入阁 但都因为老蒋她已经决定要赔值奖金过来接班 那么不要让孔宋家族打乱她的接班布局 所以都没有成功 孔令坎最后只捞得一个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虚嫌 1972年初 正值第五任总统及副总统选举 对金国期盼深切 但是你晓得令坎也为国家做了不少事情 现在美国只想跟中共建交 根本不把我们当回事 如果不是令坎 美国会带我们会更加的刻薄 然后她说她在美国为你做了多少事情 难道你完全不在意吗 但纵使宋美林再怎么推荐 蒋介石都不退让 那么宋美林就转而说 那你如果不给令坎做院长 那么副院长总可以给他做吧 但蒋介石还是不同意 他跟他回说 就算过得了我这一关 你认为党里面的同志会心服口服吗 蒋介石很清楚 党内对于孔宋家族在国民党 特别在大陆时期的角色 是有非常大的反感 而且如果蒋经国跟孔令坎 一个当行政院的院长 一个当副院长 万一两个人不同调 院长跟副院长之间 就会形成僵局 那就很麻烦了 但是宋美林还是一再的推荐孔令坎 那么让蒋介石非常的生气 他后来告诉宋美林说 如果你在强行推荐孔令坎 那他就是我 宁可不再寻求连任 宋美林最后迫于时事 指责退让 蒋经国这才能够顺利的接任 当然这些都是政坛的传闻 那传闻未必完全属实 不过我们对照蒋经国的日记来看 有一些端倪是可以看出来的 在1972年的5月17号 国民党中常会呢 通过了炎家干副总统 要辞聚行政院长的兼职 由蒋经国来接行政院院长 在5月19号的蒋经国日记就记载说 孔令坎自美来台 不知其用意何在 但是呢 他说以我个人而言 这是一种困扰 此意为无可奈何之事也 到了1975年的春天 当时蒋介石已经病危 那么孔令坎又从美国回到台湾 在蒋经国在3月9号的日记就记载说 下午处理公务完毕之后 到士林向父亲辞行时 在另一房间欲见孔令坎 他说见之不但厌而且恨 此人对公对私皆害的不少 不过今日虽然有害 但已经起不了作用 把他忘了就算了 然后还写到说 此人反美之言论 乃是由于受美国人对其轻视而起 国家处于今日之境 对美虽有不满 但不可因泄愤而公开谩骂 尤其不宜论及匪恶关系 他批评说恐谋自作聪明 慈害国家可恶 4月5号蒋介石逝世了以后 后来没多久 宋美莹就移居美国纽约 到了1978年的3月 蒋经国派了他的儿子蒋孝勇 代表他到美国去向夫人祝寿 在3月28号的日记上记载说 永儿自纽约拜寿归来 谈及此行是经过 他说恐加阴魂不散 为之寒心 担心 日记当中并没有提到具体的事例 那可能宋美宁或者孔令凯 当着蒋孝勇的面 讲了一些让蒋经国 事后听了难以忍受的话 所以让他生闷气生了很久 我们看到在4月2号日记又记到说 最近10天来受到公司双方面的精神压力 实在太大太深了 在家庭中不但得不到安慰与勉励 而且受到种种阻挠 与难以忍受的侮辱 这是万万所想不到的事 然后他说恐加害我国又害我家 忍受此期已有30数十年 今后还是决心与忍治与对之 1978年的12月16号的凌晨 美国大使安科智奉命紧急请见蒋经国 告知说美国即将承认中共政权 那么蒋经国除了做好内部应变之外 在16、18、19连续三天也寒电给宋美龄 向他报告说美匪建交的最新情势 以及党内紧急处理的情形 那么韩电中还说建于美匪关系既成事实 必将有大批匪类赋美 事将严重影响大人之行动与安全 而今一夜不免之声思 吉律特辞电寝室 不知大人健康情形是否能考虑回国并后次世 这个电文意思就是说 你要不要考虑回台湾来 免得接下来很多的共产党的人到了美国去 对他的安全各方面等等 当然我们知道宋美龄之所以会到美国去 就是因为他跟蒋经国之间的不和 而在老蒋过世了以后 等于说让蒋经国方便做事他才离开 那现在当然蒋经国是非常的恭敬 那么不但是表达说你要不要考虑回来 这个话当然是真心还是假意 就是不知道 但他电文最后照例会写上 而经国寇贵福安 可以说表现得十分的恭敬有礼 到了1979年初 蒋经国开始跟美方进行艰苦的断交后的谈判 那么日记当中就不断出现 来自于纽约给的压力 以及他对纽约的批评 2月10号他接到宋美龄的寒电 那么在2月14号的日记 他写到说 税寒心更寒 纽约意气用事 来电责备对于中美谈判不当 他说对于此事之处理质感痛苦 但是我不得不以良知为主 国家利益为重而不可奉云为之 他说个人之荣入不足济言 好到底纽约的来电 到底在责备什么 我们现在对照已经公开的宋美龄资料 就发现到说原来 他就是指责说因为 台湾好像要同意说 美方的要求在断交了之后 那么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然后用以办事处来取代原来的大使馆 那么当时因为美方坚持断交之后 台湾不能再有大使馆的存在 那么蒋经国为了维系两国的交涉跟往来 指责采取权宜措施 但其实他内心也非常的忐忑 在2月14号日记就写到说 设立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 然后说忍痛决定成立在美办事处 此乃其耻大辱 不知何时许 然后在2月16号他又写到说 树叶未遂心意不宁 宣布对美心关系的决策之后 直恐有错 于心不安 反省再三 坐立不安 不过质问已尽我之心力 至于结果 则难料已 那么但是宋美龄给蒋经国的寒电当中 他把负责跟美国谈判的人 其实就是当时的外交部次长杨希坤 他把他比拟为汉奸 曹汝林 张忠祥 那么要他们辞职以泄国人 没有错 他表面上看起来他骂的是杨希坤 但是大家知道杨希坤背后是谁在做决策拍板 就是蒋经国 所以他也形同是在骂蒋经国 就是卖国贼 那这让蒋经国在情绪不安当中更增加了苦痛 还有愤怒 在2月25号的日记 他写到说 纽约来电对于政府处理中美关系之不满 加以责备 用词甚言 他说出独之甚为激动 静夜未眠 次日自问心安理得 一切只好听之于天意 那隔天日记上他还感叹自己 生来就是一条苦命 虽然他自己说心安理得要自己释怀 但事实上纽约给他的压力 蒋经国是迟迟无法释怀 在3月4日日记他又记到说 杨希坤谈起孔令凯跟他的对话 他听了之后极感愤怒 他说孔某不讲理 无情无义到如此地步 非人也 令我想起多少孔宋祸我国 害我家之往事 他说本来不想再算旧账 但是何能忘也 3月4日是宋敏的生日 蒋经国特别又派了老三 蒋教勇去拜寿来表达心意 那蒋教勇回来之后 向他报告拜寿的经过 在3月18到19号这两天的日记 蒋经国写到说 诚心善意派永儿赴纽约拜寿 反备辱骂而返 断非我始料所及 他说如此无情无义 无理取闹 借题发挥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小孙身上 如何不另一痛心 数天来为此而日夜寝食不安 在公务方面的负荷已经够重了 而又加上如此家难实在够瘦了 如无平日之休养恐难再忍瘦了 然后最后写了一段非常重的话 他说孔家之阴魂一天不消灭 我蒋家就没有一天安宁了 隔天的日记又寄到说 阅读自中美断交以来 我和纽约来往至寒殿 在家里检讨 自问在公在私 皆无错误 一切措施都是以党国利益为先 是经过深知之后所决定的 疑心无愧 心安理得 无所忧疑 何必自讨苦吃 蒋经国虽然自认心无愧 心安理得 但是来自纽约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压力 已经起了他的心病 所以3月21号隔天的日记 又看到他写到说 想起永儿在纽约被侮辱之事 越想越生越气愤 他说身为长辈如此无礼 礼貌的你 又无理理由的你 理智的你 以及无情又无义 然后他说幸亏欠在彼而不在我 就是说理亏的是对方不是我 所以他说可以宽心 但是最后又自己说 不过不知何故总是想不开 他说这是一个死结 但是只好听其自然的 3月20号日记又记到说 日间心烦夜间失眠影响情绪 在工作方面懒于思考 亦懒于行动 这当然都是因为受到来自 纽约方面的刺激所造成的 所以他说知对方目的是在弃我 始于趋向心灰 与懈怠而归于失败 我岂可尚其当 所以还是把纽约之事放开为好 他总是不断的陷到里头去 然后又不断的提醒自己 要放宽心 那就是没有办法 那么隔天3月23号日记又记载说 想起父亲一生受孔 送二家之气不知多少 那么我今日所受之气 与之相比较 那就算不了什么 然后又写到说 自问从父亲大去之后 小心翼翼 意思就是说 侍奉后妈祭母 小心翼翼的 而且呢 无时不以国家之利益计 且以尽我之心 以利益 然后在3月26号 他当时在病中日记还是有写 他说接着接到 手上接到3月12号 从纽约来的信 可见那个时候 纽约不断的有来信 然后他说这个信是以无伦次 他说我实不知究竟得罪什么 再三失之难以身解 自问无愧于心 然后他说小人难以对付 再加上是小人中的小人 在一起 则更为难以痛哉 然后呢 3月27号日记 继续写到说 纽约情绪问题 完全由孔家之 两个小人导演而成 挑拨而起 破坏我家之何 为之万习 亦为之激愤 他万习的应该是指说 这个蒋夫人她的继母 受到他们两个人的挑拨 激愤就是气愤这两个表弟 来破坏他们家庭的和谐 好3月31号 他深夜 当时还在生病当中 日记有写到说 纽约方面不只是对外交政策不满 而且对我有很深的成见 并含有算旧账之意 我们前面提到说 两个人有旧院 然后他自己认为说 主要是因为这一家 是起因于我治俄反国之时 就是说他当年从俄国 回到中国来 因为我们知道孔家 他们的背景就是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这个家族里头表兄弟的恩怨 背后还有一个是俄国跟美国 这个因素的影响 他说发展到今日 是以无挽回可能的 但是呢 不过仍将继续以忍人 所不能忍精神在世之 以无愧于父亲在天之灵 事实上虽然说他 蒋经国认为他已经尽到尽可能的忍让 而且呢 也让一直都没有同意 让这个孔令凯 如愿地在宋美林的导演之下 能够夺权 但事实上这个整个故事并没有结束 因为1988年1月 蒋经国逝世 岛内政治风云突变 因为为了谁来接任党主席 曾经上演了一出惊悚剧 因为本来依照惯例 应该要由副总统李登辉来接任 但是呢 人在纽约高龄90岁的宋美林 他突然写了一封信 给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 他表明说希望把这个事情 推迟到五个月后的 国民党党代表大会再来做决定 也就是说他希望他要求能够暂缓 让李登辉来当国民党的主席 那么有很多政界的人都知道 宋美林这个举动 他其实是想为孔令坎的付出来铺路 来议员他的行政院长之梦 那当时其实党内高层也确实不乏 认为说李登辉的党子才十多年 所以他们对于有李登辉来继任党主席 也是有所保留 主张说未来应该改为集体领导 那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激起了台湾政坛的一股巨浪 当然最后宋美林并没有成功 国民党临时中堂位 还是通过了由李登辉代理党主席 而孔令凯的夺权梦 也再度的破碎 四年之后他就在纽约去世 就是享年76岁 好了 这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你们收看 那我们下回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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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